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次反攻至俄罗斯境地之内 加州干罕将非常严重 需要严格用水规定 博客家首次完成人类完整基因排序 电话510-477-9955 地址在东湾Urien City 东方卡拉OK 增加你的娱乐生活 华逊投资顾问是一家美国正式注册 纯管理费的投资顾问 以近30年华尔街经验 为你提供401K IRA等退休省税 投资策略和风险管理 不推销产品 自收管理费 不获利 全靠威廉的投资计划 让我们退休生活更有保障 华逊投资顾问 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华人投资顾问 华逊投资顾问 电话408-725-2975 408-725-2975 要带出真收白味的精髓 唯有滋味斋 诞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的滋味斋 早已风行海外 制作技术拿被评定为 省级的非物质文化维坦 其中的天顶头秋 陷阵穿越400年的人间美味 还有远近磁名猪脚姜醋 山榨醋 老水汁 蚝油 各种不同的醋 各式调味醬料 盐焗鸡粉 黑椒汁等 令到无饭煮腐都变身大厨 北美总代理呼传食品 电话415-822-8911 大家好 欢迎收看声电视新闻 我是关吻瑜 大事小事 新边是 星岛与你紧贴时事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1号 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 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总理李克强 就俄乌问题以视像方式会面 习近平指出 中方对欧洲政策保持稳定连贯 希望欧方形成自主的对华认知 为动荡的世界局势提供稳定的因素 中方始终与和平站在一起 会独立自主作出判断 坚持按照联合国原则办事 中方认为 制裁俄罗斯只会火上添油 不可以用冷战思维 构建世界安全框架 不可以冲击世界经济体系 更不可以将世界经济政治化 武器化 引发世界金融等领域的危机 会面之后 中欧提出不同的观点 但希望中国可以发挥影响力 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 不会干涉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冯德来因未有透露中方是否保证 不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他又说 任何增加俄罗斯战斗力的支援 都会有损中国在欧洲的声誉 欧洲商界正密切关注各国对事件的立场 将会作为长期投资的决策方向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 可能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 昨日埃尔多安和扎连斯基通话 今天再和普京通话 就俄乌的谈判结果交换意见 他指谈判有建设性 为和平带来希望 呼吁俄乌保持对话 土耳其会致力推动实现和平 乌克兰首次反攻至俄罗斯的境内 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斯的石油设施 发生大火 八个油罐起火 使领导人指 火灾由乌克兰的直升飞机越境 发动袭击造成 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 俄罗斯的居民目前安全 当局正在调动市内所有资源 泡面大火 另外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 一名在亚马逊总部工作的女员工 在TikTok发布影片 抱怨亚马逊的牢独生活 他需要从夜晚9点半起床做准备 准时11点上班 他说每日的工作时间达到12个小时 这段视频引起关注 位于纽约亚马逊的员工 投票决定成立工会 亚马逊是全美第一个成立劳工工会的公司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他们的飞机师 就三年的合同谈判陷入僵局 工会发起抗议 导致今天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有超过100个航班取消 预计阿拉斯加的航班将会受到影响 工会网站称飞机师计划在多个城市举行集会 不少游客因为航班的取消 被逼改变旅游计划 再来看看星岛记者彭斯桥的报道 经过6年之后 三藩市Vanzek街的升级工程终于员工 全市首个BRT系统会在4月1日正式开通 市长布里德 加州参议员威善高等官员 一起为新项目展彩 往来Mission和Vanzek的公共汽车 将会在快速专用车道上行驶 出行时间缩短狀三分之一 三分之希望 值此解决交通济湿的问题 布里德等官员 率先体验快速公交 呼吁市民搭公交出行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新闻 按摩大王MK9189 是一张4D双向式推拿人性发手法的按摩椅 一体设机身和脚心交温设计理念 全方位12个功能随意切换 从深到深的舒缓和放松 原价4999 特别优惠价3499 更送三年保收 特别加送礼品 IRG927脚步按摩器 按摩大王电话415-412-0985 415-412-0985 回来看看美国方面 美国国家公园服务局宣布 现年100岁的公园管理员Betty正式退休 Betty负责盗栏战争时期 在工厂工作的公园和博物馆 分享她作为非裔女性 在战争时期的遭遇 Betty在1942年为空军工作 因为上司以为她是白人才雇佣她 Betty说 能够为这个公园服务 为人生带来非凡的意义 另外 昨天 三藩市有不少民众带着耳机 在一个公园参加无声的disco活动 随着疫情的减退 三藩市开始举办艺术 美食等活动 欢迎游客回归 两方面 最新数据显示 加州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干旱的春季 如果4月和5月没有大量的降雨 加州的干旱程度将会加深 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用水规定 数据显示 现时加州积雪中的水量只有39% 4月1号通常是积雪的高峰期 但现时 内华达三密的积雪只有11英寸 是至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外 3月份 美国的非农业职位增加了43.1万个 是去年11月以来最少的增幅 平均时新年率 录得5.6%的增长 美国就业市场保持强劲 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 工资需要提高 为联储局收紧货币政策提供支持 联储局上个月加息25个基点 经济学家预计 联储局可能会进一步加快收紧政策 在5月份加息搬离 再来看看韩国方面 韩国空军的两架教练机 在南部相撞 他们在下午1点起飞训练 几分钟之后相撞 两名的飞行学员 与两名教练愿难 飞机聚位之后 附近一座教堂的屋顶 被飞机残骸击中起火 当局派出200多名人员到场搜救 当时两架飞机都启动了逃生功能 当局会成立工作小组 进行线后和调查的工作 总统文在寅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向他们的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 两方面 国际人类基因组织2003年宣布 已经为人类基因组 完成92%的排序 创造历史 科学家一直尝试攻克正余的8%排序 近日T2T的100位科学家共同宣布 已经为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完成排序 他们在科学雜誌发表了6篇论文 公布这项成就 研究人员指 今次完整的无空隙序列 对了解人类基因组变异 和了解某些遗传疾病至关重要 再来看看中国方面 上海的疫情很严重 葡西地区全面展开核酸检查 中国国家卫健委副局长雷正龙表示 3月份全国累计有10万3千多宗 新冠本土感染个案 涉及29个省份 上海市的疫情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 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 要坚持动态清零方针 加快区域排查 做好防控的工作 就目前上海市的疫情 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马春雷表示 Omicron变异毒株的激增 是该市面临的最大挑战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针对感染者大幅增长的情况 上海的准备不够充分 他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 正在努力改进 与很多国家相比 中国的病例数仍然较低 特别是重病和死亡方面 中央政府敦促地方官员动态清零 部署世界上最严格的防疫措施 因为上海封城出现尿毒症的病人 无法出外就医的情况 上海卫生部门表示 不应该禁止 像张太太那样的患者就医 今天最后为大家介绍两款又便宜又好用的按摩椅 大家可以把它当成是礼物 送给亲友送给自己 第一款介绍给大家的就是按摩摇椅 只需要669 可以乘载330磅 还有6个按摩模式 针对身体的3个不同部位 进行舒适的按摩 第二款是高档皮震按摩椅 只需要2999 独特的LJ系统真皮按摩椅 为了帮助你在一日的工作之后减压而设计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新闻内容 多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星期再见